从灯塔山公园出来以后,沿着库克街,我们来到了库克街1号。 达沃5的庄园 这座庄园建于1912年,因其建筑建筑师以及对园主人的所有以及改造如何, 说明了维多利亚市最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出现而受到重视。 都多复兴风格建筑的特点是包括地基和一楼石花岗岩石, 这座庄园是都多复兴市工艺品豪宅的杰出典范。 上层的雪松瓦片 凹凸的入口前门廊 带尖顶的山墙和中型铸造屋顶 惠泥和拔木结构的上半外部 凸窗上层阳台 屋檐和屋檐下的支架 在这座庄园里居住 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螺旋海滩和灯塔山公园 庄园的大门对面就是灯塔山公园 室内的餐厅就正对着螺旋海滩 在这里欣赏人们在玩滑翔风筝 看着海滩的落日 这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他来飞过 你太厉害了 黄 role 武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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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 螺旋海滩是维多利亚令人惊叹的公园 它是维多利亚最好的公园之一 它位于山脚下 所以你可以从顶部看到风筝和滑翔伞 或者下到海滩 走到海岸线上聆听海浪冲击海岸 在宁静的气氛中欣赏美丽的景色 可以非常舒缓 螺旋海滩有许多浮沫 可以坐在上面享受阳光天气和大海 你可以靠在上面呼吸海洋的闲鲜空气 在这里欣赏奥林匹克山脉的壮丽景色是非常有趣的 还可以看着大型游轮轮船和帆船经过 孩子们喜欢跳过岩石 在被冲走的岩木周围跑来跑去 螺旋海滩的地中海气候 即使在寒冷的月份 螺旋海滩仍然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许多人在这里游泳和放松或者日光浴 特别是在夏天 螺旋海滩几乎提供所有需要风的活动 因此当你在螺旋海滩地区时 有很多活动在等着你去冒险 风筝冲浪和滑翔散 这些活动是如此令人兴奋 傍晚时分 在这里欣赏落日更是一个令人叫绝的地方 通往螺旋海滩的绝佳入口是三叶草点 三叶草点占地19.39英亩 三叶草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经是一个步枪靶场 甚至在海滩上有一个旧掩体 它喷了很多很酷的图案艺术和攀爬的乐趣 人们和它们的狗在小路上海滩上散步 在刮风的日子里你会看到风筝飞行者 它被称为放风筝的最佳地点 风筝冲浪者和风帆冲浪者 悬挂式滑翔散 沿着悬崖边缘向西飞行 而风帆冲浪者和风筝滑翔散者 冲浪者经常在下面的海滩上飞行 沿着风筝冲浪者的机队 沿着风筝冲浪者但82目前的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大群人聚集在三叶草点和附近的悬崖上 参加一年一度的SWIFT社游艇比赛 起跑线就在三叶草点的附近 翻船在靠近岸边排队 三叶草点还是百年篝火和烟花的最佳观赏地点 在1962年8月2号星期四晚上 为了庆祝维多利亚是100周年 在三叶草点燃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篝火 尽管下着大雨 但是估计会有3000人驾驶600多辆汽车前往 晚上10点半 计划提前半小时 火被点燃 几分钟后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灯塔 在等待烟花开始时 一大群人在巨大的火焰前唱个跳舞 烟花于11点50分开始 有各种形状的照明弹和火箭弹 重量超过110磅 费用为500美元 在三叶草点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它就是横贯加拿大小径在维多利亚的零点标志 在2016年9月到2021年6月之间被正式命名为大小径 它是一个由绿道水道和道路组成的跨加拿大系统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再到北冰洋 这条大小径延伸超过24000公里 它现在是世界上最长的休闲多用途小径网路 这条小径的想法始于1992年 在加拿大125周年庆祝活动之后不久 从那时起 它一直得到了个人公司和基金会 以及各级政府的捐款支援 这条小径在BC省的主要路段是从 阿尔波塔进入BC省后 沿着迷路河穿过斯帕伍德 库特奈斯山和哥伦比亚山山脉 从那里 它在凯特尔河附近向南和向西深入 这条小径穿过奥肯纳根谷 穿过凯特尔谷铁路小径 包括非常受欢迎的麦拉来谷部分 从那里出发 它穿过普林斯顿 在布鲁克米尔和奥塞罗隧道之间 这条小路沿着普林斯顿的温哥华维多利亚 和东部铁路的线路 然后进入布鲁克米尔以南的 凯特尔谷铁路的一部分 它沿着科基哈拉高速公路进行跟踪 然后继续向西走 沿着堤坝和农村道路向西行驶 通过温哥华和西温哥华 与马蹄湾相连 温哥华到纳奈默的部分 设计乘坐BC省路轮 从纳奈默出发 这条小径沿着各种道路向南延伸 直到与温哥华岛的考一秦古小径相遇 从那里它保持着自己的通行权 有时与埃斯奎马尔特和纳奈默铁路共享 前往维多利亚 从另一艘渡轮返回温哥华 谢谢观看